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3月24日 星期二 正日星期二 正日星期二 這樣 就是今天 有些 內地的新聞 關於國際局勢和大陸的事情 多些 香港 其實就 可能昨天說得太多了 我們一會看看第二節先研究一下 有沒有香港話題 其實有一條想說 我們 也是 有兩個黃店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的 一個 在深水埗 這個叫做西九龍廣場 SOP5K389 5樓 這個是一間時裝店 女裝店 是 Angel Paradise 這是 兩兄妹所開的 如果有網友 有女朋友想送衣服給她 過去 幫忙 買一件 家裏有女兒 孫子 也可以買一件送給她 這也是其中一個急救王店系列 再說一次 我們是 純粹是幫人 我們沒有賣廣告 另外 還有一間 就是這個88燒烤 因為這件事一定要說 因為事緣 其實我們講解完之後 她的 生意就好了很多 問題是甚麼呢 最近大家 其實昨天也忘了說 林鄭月娥 出來 叫人 不要吃車仔麵 說吃車仔麵感染 風險會增加 搞到 老闆跟我們說 馬上沒有人吃車仔麵 整晚沒有人吃過車仔麵 很明顯 這個含家鎮是針對本台推介的這個車仔麵店 針對我們這家 旺角88車仔麵 所以林鄭說一句 大家就是光顧十碗 一人光顧十碗 林鄭 高調動他 買完回來再吃 車仔麵就真的不要吃那麼多 其實沒甚麼益的 因為那些東西就不是很健康的 而且是軟的 你怎麼回家 基本上你吃不到的 全部都是發水麵包的 本來呢 我也不太贊成吃車仔麵 但是我真的生氣了 你怎麼會一個政府的 特區首長 特意 不讓人賣走這種神奇 特意開一件東西出來動車仔麵 就是針對我們啦 老闆 真是混蛋 好啦 大家支持一下 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我覺得他們就算 怎樣也許 很多人都會撲出去吃車仔麵 然後打卡 林鄭叫人不要吃車仔麵 我們偏偏吃 吃完打卡 去吃打卡 我們說回這個 因為外面很多網友十分關心 我收到很多的PM 關於這個任志強 就向黨中央逼供 要求召開 政治局擴大會議 可能是想抄襲以前 對付老毛那一招的七千人大會 之前開過了 開過一萬多人大會 這次 外面 謠言滿天飛 說 任志強向習近平逼供 不如先介紹一下任志強 很多人應該不認識他 是的 介紹一下他是一個地產商來的 叫做華遠集團 北京的華遠集團 聽到這個名字 我又替他一點點擔心 因為這個名字 反過來就叫做阮華集團 其實 這個是 習近平的 夢魘 大家知道 這個阮華集團 賴昌星 中華民族裏面 一個近代最出色的人物之一 就是習近平 我看到這個名字 我真的想起軟華 一定想起軟華的 我一時間也想不起賴昌星 因為 當年 的福建省省長 就是 習近平 而這個賴昌星最猖獗的時候 就是在習近平任內 習近平任內 而這個 對習近平來說是黑歷史 他脫不了關係 到現在他也脫不了關係 所以一直以來他也不敢動這個 賈慶林 原因是賈慶林是他的腦頂 賴昌星 跟賈慶林關係很好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所以 一直以來 人們說 一直不敢動賴昌星 就是因為 看著這個慶親王 還有這個當今聖上 有很多骯髒立法歷史 我們說回任志強 任志強有 綽號 也是以一個 黨內 說話出位 見稱的 人稱任大炮 這個人也說了很多出位的東西 攻擊這個 共產黨 例如呢 例如就是 例如在2016年 關於這個 中央電視台 央視 是否姓黨 這個問題 當時 任志強說的東西很民主 他說人民的政府 什麼時候變成了 黨的政府 花錢是不是黨的 花費來的呢 這些不可以亂改的 他說的東西是很開明的 好像我們的 民主派 民主人士會說的東西 或是像劉夢熊那樣說的 我的感覺呢 因為他 是屬於黨內 開明派 黨內攻擊共產黨的人 真的馬上想起劉夢熊 當然劉夢熊現在 離開了 他也沒有用過黨 他是親近共產黨人士 親近共產黨人士 當時說六四 他去城市論壇 說話 基本上都是否定有屠殺過的 取態就是開明派 其實中共黨內一直都有很多開明派 那麼 他是什麼出身呢 這個叫做任志強 這個 文章的寫法都說他是紅二代 他老爸 就是叫做任全生 那就是 抗戰期間就是新四軍 你們經常都很喜歡說的新四軍 裏面就是做這個補充大隊政治教員 剛才我們研究過這個問題 官職就是芝麻綠豆官 其實也挺芝麻的 所以大家也沒有聽過他 他不是屬於黨內元老級 那些人的二代 他只是屬於一個 曾經參與過抗戰的其中一個老兵 不過 後來 因為他的黨令內 1938年入黨 變成建國之後 建國前入了 建國前入了 通常建國前入了 那些都是比較老資歷 即是老革命 到了 他後期 做了幾十年 不少也有做了 副部長 他最後就做了一個經濟部的副部長 這個當然不是什麼大官 因為 他在位的時候 因為副部長是很多的 一個組織 一個機構 可以有幾十個副部長 所以他基本上不是很大的官 經理 當然我們剛才的注意力就是到了新四軍 新四軍基本上是 剿滅了 當時的碗南事變 1940年 碗南事變 基本上是被老長剿滅了 那麼他死靜的殘餘部隊 就可能各散 其他不同的番號 就沒有了新四軍的番號 那麼 很多時候 中共對於新四軍是一個忌諱 凡是新四軍出身 基本上他們不敢提 因為 太醜了 新四軍最大的黑歷史就是 專門勾結日軍 去騷擾 在這個 在這裏 就像 本南附近 的國軍 到了蔣介石 נ磨研了 決定要消滅他 然後共產黨出來哭了 就像磚南事變 千古其冤 其實他自己都不敢再提 那麼所以呢 新四軍出來的幹部呢 大部分也是被人投行自殺 當時也沒有什麼大官做了 所以說一下任志強 人稱任大炮 這次他就是上書中央 要求開這個政治局 擴大會議 網傳說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3月22日網上流傳 一封 標題是陽光衛視集團主席陳平 寄一封公開信 裡面就說到中共的肺炎疫情 以及現在面對那個 國際形勢嚴峻 呼籲 中共政治局 召開這個緊急擴大會議 當然是要討論 習近平 問題 習近平問題從來都是中共敏感問題 習近平是否繼續 適合擔任國家主席呢 這個議題 陳平也是一個 屬於共產黨裡面的開明派 他就是陽光衛視的掌握人 而任志強 傳的那篇文章就是 有一篇網上流傳 人民的生命 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的文章 傳的是他是作者 根據那個報導 就是 記者說聯絡不了任志強 現在是聯絡不了 那上面的消息呢 北京也有消息 因為我也有打氣問 他就說 這是抗疫的 艱難時期 很多消息 就不準確的 叫我不要亂信 第一 第二 應該沒有人找得到這個任志強 因為說真的這篇文 即使是 不是他寫的 他也會消失一段時間的 如果是他寫的 他可能沒有命啦 如果是他寫的 可能沒有命啦 被人堵壞了 不是他寫的 都被人周圍起碼 因為那篇文章 另外3月6日有篇 署名是他寫的文章 指名說 習近平 是一個剝光了衣服 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如果真的這樣寫 這些是 死閒的 抓緊 反革命 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這宗新聞 有一點矛盾 內在有一點矛盾 一方面 他就是說是一個逼供 但另一方面 內容 只是一些網上流傳的文章 當是那些人寫的 其實 所謂逼供 差很遠 我們一般對於政治上 逼供的理解就是一班 有實權的人 在逼真正 說是要交出他的權力 交還的權力 這樣才是要逼供的 或是要奪取取代他的權力 因為任志強在3月6日寫的文章有署名的文章 基本上是公開的 去挑戰習近平 去挑戰他的權威 亦都去 亦都去 侮辱他 如果在中共 那個角度 是一個侮辱 如果用那些字眼當然是 但是 他在3月20日 3月22日出的那篇文章 其實 就不是他儲名 亦都不知道是不是他寫的 但內容其實我覺得 是很大的問題 你罵完他又說要開會 基本上 其實 你 以一個這樣的小腳色 你憑甚麼要求政治局 召開這個會議呢 你是政治局委員 更加莫說你是政治局常委 你那個級別也不到 所以 逼供的字眼 是不應該構成的 不恰當 你只是一個黨內異議人士 寫一些文章出來攻擊黨中央 平擊中央 如果用香港的角度來講 你會比較理解 我們也會攻擊政府 這不是叫逼供的嘛 逼供是哪些人可以有權叫逼供呢 例如陳茂波 張建宗這些 尤其是邱騰華 寫信去逼林鄭如下台 那就是逼供了 這個任志強就完全構成不了 逼供的這個行為 我們有打電話去問 他們也說是聯絡不了 真正認識任志強的人 因為他做生意的嘛 其實手機電話是長開的 不會關機的 隨時有客人打來 發大財嘛 好啦 當人家找不到他的時候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就被國安抓了 第二個可能性就被國安抓了 他自己潛水 我馬上想起 早幾天說的 中移動 中移動 客戶下降 因為疫情 所以就減少了那個 中聯通 他們說那些人放棄使用的雙卡 會不會放棄使用的雙卡呢 看看任志強的另一張卡呢 還是兩張卡都被剪掉呢 還是兩張卡都被剪掉呢 如果按這個說法應該被剪掉 消失也要用的 那個說法 任志強應該死了 而他的死記 就是3月22日 至3月23日不等 很危險啊 你估計就像是犯醫一樣 估計死亡時間 應該是3月22日至3月23日 現在 我們 在分析 其實他很大機會 應該被國安扣留了 嚴刑敲問 這篇文章是不是你寫的 當然是否認了 不是我寫的 會被冤枉的 計程大陸要檢查就容易一點 手機馬上檢查得到嘛 因為你對賭了 他的金盾工程 各方面都是為了監控人民 其實是 當然如果真的任志強去寫的話 他也沒有那麼狠狠自己的手機發佈的 他也可能找其他人做的 他也可能找VPN 但是VPN也是大陸的伺服器來的 VPN最終那個老闆就是國安來的嘛 大陸九成的VPN也是國安開的啦 那哪有錢呢 我們不知道任志強的IT技術去到甚麼程度 抓他好運啊 或者其實就算不是斷政也照抓你 是的 勒索多少呢 聽說你們有個新項目 在哪裏 三環 還是七環 可能勒索幾層樓呢 但是怎麼看呢 這個時候 雖然是傳聞 那個逼供的行為 真正的北京的狀態 是怎樣的呢 其實北京 朋友第一時間就說現在是防疫問題 大家都很緊張 而這些消息坦白說 他們是一天三餐這樣傳的 每天都有政變的 變成他們也可能 對於這個消息也沒有那麼敏感 坦白說 雖然他們一天三餐政變 就不是 因為那些東西是假的 而是中共那個 權力的系統本身就是一個生死鬥 沒錯 他們其實每天都在 生死搏鬥的時候 已經是 麻木了 變成本能反應 你埋理我殺你 你埋理我殺你 因為你一被人殺了 你就回不了身 其實習近平的處境一樣 他 任何政敵的挑戰 他是立即 打倒你 或者使你消失 如果不是 當你 挑戰他 沒事的話 每個人都有刺目孔 其實那個情況我們說過很多次 好像壽西斯古一樣 當年壽西斯古在這個羅馬的 羅馬尼亞廣場 召開了這些大會 然後有人哭了一聲 然後全場起哭 他就原來這樣倒台 其實你看香港也是這樣 當日林鄭月娥 出來說話還是 覺得很威威 覺得很威威 然後他就知道是跪下的嘛 其實他現在也沒有回過身 他久言殘喘 不代表他 翻倒身 他現在根本沒有脫過這個困局 還有一些記者 現在大部分記者 對他 十分之不客氣 因為根本就不當你是特首 直接跳上台上 找他的白花油 那個是之前的事 那個是 跳上台上 就是他來之前而已 不是他在中間說話的時候 但是你去拍別人的那個 港台放些甚麼道具 其實已經很不放他在眼內了 完全跟他臭死一樣 現在習近平 其實在做這件事 因為現在是他的神壇 任何人接近神壇 你是跪拜的 你不可以 走到神壇 而沒有事 任何人都會受到他的制裁 其實 我相信這個任志強 也未必有夠膽 即是說這些說話 或是寫了一篇文章 因為 第一 他沒有那麼的力量 這件事的看法 我也覺得 他其實 用我們香港的 術語來講 就叫做借刀給人 他比較像是被人過一刀 用了他的名義 令人誤會發出 製作了一篇文章 用來動習近平 而反習的力量 從來一直都在等 其實是在試水溫 看看外面和應的人多不多 或是有人和應 找到他們來做替死鬼 我認為他是 做替死鬼的機會很大 因為你 罵開的嘛 開明派 罵開的嘛 當然是 因為你才有機會說這些話 難道你說黃岐山會說這些話嗎 難道你說韓正會出來說這些話嗎 不可能的嘛 他一定是借到借你這些人的嘛 那些 逐玩開這些政治的人 當然是三鑑其口 所以這件事我認為 也是被人擺上桌的機會 當然他死了什麼呢 我們也不是很樂觀的 對於他的生死來講 因為 他無論是不是真的被人擺上桌也好 他之前人也會跟他算賬嘛 因為3月6日的篇也是你寫的嘛 這篇22日不算數 也算是那篇的嘛 那篇文章 看起來就是因為有3月6日的文章 然後才有一篇 20多日的文章 說是他出的文章 所以 上面其實是收不到消息的 因為 權力中心 越是 這些 這麼敏感的資料 越是沒有東西爆出來的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回來再談 好 拜拜 好 拜拜